哈囉,來,各位好 我們如果要做一個更進階的髮絲去背呢 我們需要繪圖版來配合 我們才可以刷出柔順的頭髮 好,那首先我先來介紹一下 像這個是入門版,這是小塊的 它價格是2590,這是小塊 那有些人在畫的時候可能覺得 哎呦,畫一下就是趕快跑出去 那有些人就已經習慣小塊那沒問題 就不用移太多 那選擇的話就是說 要看它這個接速越高的感壓等級 那就是畫出來那個層次感覺會比較好 那再來就是,這是小塊比較基本款 那如果你要再買中階的 中階,你看它這個是有藍牙版的 現在如果藍牙可以無線 其實我覺得還不錯啊,可以無線 那我這是中階的就是比較大塊一點 中的,中型的 剛才那是小塊,這是中型的 6490 再來比較高階的是這一塊 左手邊會有一些控制面板 那當然它還有無線裝置 然後還有多點觸控 那這邊的話我是覺得 這個控制面板基本上我也很少用 我還是要配合鍵盤來操作 那除非你有這需求 然後再來比較夢幻的就是這一種 這一種就是螢幕式的 那當然它價格很貴 那這個的話我是覺得 除非你是一個就是一定要看著畫面才會畫的 就是看著圖紙才會畫 沒辦法說一手在那邊看著螢幕 然後一手在畫圖 你一定要看著畫面看到筆在那邊動 你才會畫的人 你可能才會需要這個 那這個當然還有 再更大一點 像這個都是可以直接上面畫 當然是有朋友說 它在使用上有些軟體變得沒有很支援 那這點的話可能就是自己要評估 那一般是建議就是買到這一塊就很不錯 不然如果你怕自己是3分鐘熱度的話 那我建議你買中型 這個6490這一塊就可以了 好那如果你覺得自己都還沒有試過 就怕可能會買了之後買到雷之類的 那我一個建議就是 你可以到我們這一個 台中櫻財路Nova這一個 Vacom的專賣店 它在二樓 它在二樓 你就上去坐電梯上去二樓 手扶梯上去二樓 然後就可以去那邊試 它這邊有很多塊就可以試試看 在那邊畫一下那個手感 再挑一塊哪一塊是你覺得比較合適 好挑選一塊 好以上就是我們要先準備的 法師去備需要準備工具的 繪圖版一定需要的 你才可以畫出一個更高階的一個畫法 好來以上就是繪圖版的選擇方式 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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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看